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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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生他想要原校毕业 竟然这么困难 我们的教育部竟然没有办法保障 学生原校毕业的这一种基本的权利 将近百位的学生是坚持要原校课程 原校失职 原校毕业不转学的 但是校方他还没有开始所有的 开课作业计划 跟发放注册通知单这些作业 还要学生去向法院申请这种假主任 才有可能想办法去阻挡说 这个学校这样乱搞 你既然对全国当生了 那我们就应该有做学生教育 那哪有可能每一个学者 或是哪一个学校 你做教育的时候 做到公布一般就说 学校不开了 很少吧 所以我们一个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拥有自己的做教权力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支持原校毕业 然后原厂地原实职这样 亚太壮业基督学院的状况里面 我们看到虽然教育部还没有核准 而且也宣称只要有学生继续留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学的话 是不会同意学校停班的 但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校方仍然不断地要求学生专学 仍然不断地要求教职员赶快离职 我们很担心未来这一年 这个学生的受教权受到严重的伤害 因此呢 跟学生沟通 学生他们就委托了律师 要向法院提出这个假处分 表示说我们希望 学校能够继续提供这些学生 一定品质的这个受教的环境 继上个月6月8号校方宣布董事会决议 学校停班之后 学校这一个月来的整个境况 那首先学校在片面宣布停班之后呢 校方是立刻召集了校内的职员 要大家在7月31号前离职 那因为学校五六月份没有发放薪资 那我们有很多同仁 已经没有办法等到7月份了 所以已经有同仁了 陆续的离开了 那从6月中6月14号开始 一直到6月底7月初这段时间 校方都用学校要停办的理由 然后开始积极处理 各系学生的一个转学的作业 那甚至教育部他明明知道 学校根本没有送出停办计划 也没有核定学校是否能否停办 那教育部也在6月20号跟6月26日 这两个日期 两度派记职司的副司长跟教育部的专门委员 到学校进行学生的转学的安置 亚太董事会片面声称停办这件事情 事实上他整个停办程序是不符合规定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也看到整个 这整个过程中 记职司长他也在6月26号也亲自 就是也承认就是证实说 校方根本没有送出计划这件事 所以校方在6月7号声称停办 最主要实际上就是已经来清光 现在校内现有的职员跟学生的动作 所以原本我们校内有很多学生 是要求要原校毕业的这些同学 因为经过教育一再的进来介入辅导转学 造成我们有大部分的同学 因为担忧就是就接下来的就学问题 所以我们有蛮多同学就是被迫 就是被迫已经选择转学了 就是在实在力量黄国昌委员的见证下 他就是终于松口说出 只要亚太有一位学生不转学 要原校毕业 那教育部他不会来核定学校停办 他说他依法不会核定学校来停办这件事 经过杨司长这种迟来的公开的声明 我们确实又有学生稍微又安定 想要原校毕业的情绪 我只剩一年就毕业了 那我认为我能够在原校原厂地 原生之地业 我觉得是一件 对我当初会选择进亚太上学 当初我们也都有做个选择过了 虽然我不需要从台北这样一路分过 放弃了家庭 直接耗金钱到亚太去上 当初会选择在亚太上课 一定有自己的选择 也有自己的立场或想法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个人是不会接受任何转学的一个安置 没有任何儿时跟24号中央学校 有对我们开一个安置说明会 然后因为大面 那我们在上学之后 我们在上后学生团之后 有狂心恐恐的原因 第一个是说 因为教育部有给我的学校有专案专班 那如果不做一些 或者他们所限制的时间的时候 就不再做专案专班的一个处理 所以就 就有点感觉 在心理上感觉是 好像威脅我们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 一定要放来转学这一块 然后 对啊 我是觉得应该是 不需要被强迫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转学 才能 才可以接受到专案专班的一个部分 疑胜从105年接手的时候 他到106年 其实他还有招生 106年还有招生 那为什么他要招生 其实在这整个脉络 105年疑胜要进来的时候 其实是由教育部的公益董事所在做接管 他们审核了疑胜相关的接管计划之后 他们把学校让给疑胜 所以疑胜本来答应 教育部他是要来经营这间学校的 所以他106年他招生了 所以有同学在106年入学了 所以在学生入学了之后 他注册完成之后 其实学校就应该提供所谓的教育服务契约给学生 这是一整个法律的体系 那基于这样子的权利 学生就应该去选择说 他到底要不要在这间学校就读 那如果不要他转学 但是如果学生选择要在这个学校就读的话 学校就应该提供教育契约 教育服务契约给学生 那今天做这样子的假处分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本来应该是在教育部核准停办之后 学生才开始安排转学 可是疑胜却现在在运作一些手段 让学校现在达成的是一个 学生一直走一直走 老师一直走一直走 其实就实质上就变成一个停办的状态 在教育部还没有核准停办 可是疑胜却让他感觉像是停办了 所以我们的假处分就是要让他 在还没有停办前继续维持 提供学校的资源 提供学生有足够的师资设备 来继续就读 这就是我们今天申请假处分的 最大的一个理由 以及我们的原因 苗栗地院他会去审核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这样子急迫的情形 让日后万一教育部不准他提迈 学校还是可以继续提供这样子的教育服务 的前提下 法院会准许 会命他下一个裁定 命他要继续办学 让学生可以继续读 直到教育部公布最后面的结果 如果诉讼的话其实会拖比较久 那我们所谓的假处分就是所谓的保全程序 我们先维持学校这个状态 所以在诉讼还没有确定之前 学校都一定要维持这个 如果我们的假处分法院准了 学校就应该维持这个状态到诉讼结束 对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个学校还是依然不提供 这些东西给学生的话 我觉得应该教育部就应该要接管了 就你不可能办学 然后你不在摆烂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教育部还不接管 那就太夸张了 这样子 我觉得不管下一步是什么 应该是先由国家来接管下来 才有办法再 如果这个学校继续摆烂下去的话 那我们才能够继续再维持 学生自由的权力的状况之下 这个不会让这些学生再继续受到伤害 而且同时也不会让其他的学校看到说 亚太这个董事会这样干不会有事 那只要是这个政策的讯息一出来 反正这样干也不会有事 教育部也不会来接管我 那一定会有更多的学校玩同样的东西 在整个退场过程中 如果我们教育部的政策 没有办法去阻挡 财团进来吞食 校团 未来的这些资产 那么绝对会不断不断的在发生 只要财团一进驻 就把老师跟学生清空没有要办学意图 只为了要最后的剩余资产的这种状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亚太不只是亚太 恐怕是我们整个退场过程里面的一个缩影 那教育部如果你不积极面对这整个退场过程 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 你会不断的伤害每一间学校 未来将要退场 每一间学校的学生的受教权 还有老师跟教职员 他们应该要有的工作权 乃至于丧失了我们这么多学校的公共的资产